9月3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你好我是佳蓁 网络骇客盯上华裔夫妇的银行户头 趁着清晨大家都在熟睡时分 偷偷转走超过16万6千令吉 只剩下11令吉 让两夫妇预库无泪 两夫妇发现户头款项被盗走 报案后要求银行介入处理 不过银行方面指 没有接获警方的调查报告 所以暂时不能受理 因此夫妇两便转向 斯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汉华求助 世主妻子陈女士指出 她存在房屋贷款户头的款项 被人分成超过60次 以每次2800令吉的款额 转汇给其他人的户头 因为这个166千的数目 是我10年以来 不多了的分期付款的数目 只有银行的人才知道的 而且我没有透露过我的银行资料给朋友密码给任何人 如果不是我有上网检查户口 恐怕也不会发现 陈女士指出 警方至今没有透露调查进展 只表示 骇客是利用外国的IP位置到走款项 而银行方面则拒绝提供该位置 世主夫妇认为 银行理应有职员监督贵款举动 他们的银行户头暗中被人多次转账 但却从来没有接获通知 因此怀疑有内鬼牵涉其中 欧阳汉华指出 如果这起事件证实是银行方面的疏忽 应该负起责任 而不能推卸给受害者 并表示会向警方跟进 要求尽快提供调查报告 让夫妇处理追逃款项事宜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 魏家翔宣布 暂缓更新驾驶执照和入税措施的期限 再度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 配合这项决定 陆路交通局和警方将不会针对 已经逾期的路税和驾照 采取执法行动 魏家翔今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路税逾期的民众 必须确保车辆拥有生效的车险保障 而且必须出示车险保单副本 以做检查用途 魏家翔也宣布 从9月6号开始 全国陆路交通局和策略伙伴电脑验车中心 将全面开放柜台服务 给直接登门的公众 确保公众能在所允许的时间内 顺利处理更新路税和驾照的事宜 另外魏家翔也透露 驾照和路税因为水灾损坏 也可以免费补换 换个焦点 来自吉隆坡的张世雄通过面子书分享 一批已故祖父和祖母 于1941年在龙雪中华大会堂的结婚照片 一张张的照片都充斥着当年的喜悦 十分珍贵 张世雄说 在当年龙雪中华大会堂可能是吉隆坡最盛大的社交会堂 当时的五宴方座可以坐上八个人 有婚礼摄影师珠宝和结婚车 适逢今年是他们的八十周年结婚纪念日 因此通过分享照片缅怀两位至亲 贩毒集团以茶叶袋包装好冰毒 并掺杂衣服装在大纸箱内 申报为行李推车 想要瞒天过海 空运到亚太区国家 结果遭到关税局试破 起货这批重400公斤 市价1440万令吉的毒品 并先后逮捕三人 其中一人拥有拿督勋弦 关税局是在8月31号国庆日凌晨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货运站 检查两个可疑的大木箱时 发现了这批毒品 漏网的三名男子 年龄介于25岁至56岁 目前正在调查被捕的拿督 是否贩毒集团的首脑 三人当天也被押上法庭申请延扣令 该局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条文》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可判处死刑 新冠疫情下人人自危 一名27岁的缅甸籍女子 为了接种新冠疫苗 竟然盗用他人身份 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但是最终遭到揭发 绳之于法 这名女子被控两项冒充 欺骗和一项非法逗留罪行 对于控撞她扶手认罪 法庭判她每项控罪 监禁6个月 三项罪名共监禁18个月 但由于刑期同时执行 被告只需要服刑6个月 担任饮食店助理的被告 达达玛 被控诱骗医护人员 误信被告为他人 为他接种第一剂新冠肺炎疫苗 而刺控状指 被告于8月18号在同个地点 诱骗医护人员 为他接种第二剂疫苗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国内新增19378宗确诊病例 数据一直徘徊在2万宗之间 因为染疫而送命的悲剧 更是时有所闻 一名70岁患有肾病的老妇 因为确诊新冠肺炎送院治疗 辛苦熬过14天后 康复出院 其料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团聚 出院前突然心脏停止 下手人寰 行动党乌拉港消毒队队长李凯明 接受《中国报》采访时指出 老妇与孩子和孙子 一家13口住在雪州龙溪 除了老妇 全家人包括10多岁的孙子都确诊 而且成人都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在入院14天治疗后 医院判定老妇康复并安排出院 出院前 院方安排患有肾病的老妇洗肾 起料在洗肾途中 突然心脏停止 来不及回家 李凯明透露 据悉龙溪大街有近15人确诊 根据当地居民告知 疫情大爆发 始于一间妈妈滩 有人确诊而传开 镜头转到柔佛新山 新山善得儿童福利之家 爆发高风险感染群后 如今院内57人全部确诊冠病 包括年龄最小的一岁孩童 而为了照顾确诊孩童们 冒险留在院内隔离的院长和副院长 也不幸染疫 该院长谢宝慧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有四名社工的冠病症状较为严重 包括他也会出现缺氧的情况 而原本有两名病况较严重的社工准备入院治疗 但最后卫生部人员还是建议他们留在院内隔离 继续观察情况 目前全国累积病例为180万5382宗 尽管雪兰儿州病例还是全国居冠 但新增病例已经初见下滑趋势 今天通报3613宗确诊病例 反倒是其他州属的通报病例不减反增 越来越贴近雪州的通报数字 其中沙拉月通报2464宗确诊病例 是今天位居第二高确诊的州属 另外今天再有330人因为新冠肺炎逝世 目前累计死亡病例为17521宗 有975人在交互病房 463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有人踩高桥 有人扮成金庸小说里的古装人物前往接种疫苗 这些吸睛有趣的打扮 让疫苗接种中心暂时缓解紧奔的气氛 顿时充满了欢乐 也让许多紧张的接种者情绪疏解下来 既来自新山洪阳体育会的三大民族 大头娃娃 财神娃娃和归城巷后 该体育会的踩高桥教练何家豪 身穿中华新郎服饰 踩着高桥并手持国旗 现身新山势古来大学成民众会堂的疫苗接种中心 让工作人员十分兴奋纷纷上前合影 新山洪阳体育会教练姚翰良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严格而言 接种疫苗中心都有服装规定 因此他们都是在获得门口保安允许后 才会穿这样的服装进入疫苗中心接种 另一边乡 来自柔佛居栏的谢思颖 则以金庸小说神雕侠侣 小龙女的一身白色古装手持宝剑 走进位于居栏内陆税收局礼堂的疫苗接种中心 她一到场便得到工作人员的欢呼 大家都争着和她合照留念 谢思颖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她是在朋友的推荐下穿上古装扮成小龙女 并透露在疫情来袭之前 经常都会穿着古装到美丽的景点拍照 预风爱达席卷美国东北部 连日来在八个州已经造成至少60人死亡 其中纽约市也因为降雨量大增 导致地铁站被雨水倒灌 街道被水淹没 民众纷纷泣车逃生 惊人的倾盆大雨导致纽约市罕见的进入紧急状态 街道上可见车辆泡在水中 以及漂流在水面上的惨况 而地铁站也被雨水倒灌 纽约市20多条地铁线路更一度暂停服务 另外暴雨所引发的暴红 也导致住在公寓地下层的11人溺壁 另外有一栋房屋的一侧坍塌 夺走一对母子的性命 美国总统拜登声称将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 帮助受到爱达飓风侵害的人 同时呼吁私人保险公司 遵守于那些在风暴袭击中 遭受损失的人所签署的协议 日本政坛传来震惊消息 日本首相菅义伟 星期五出席自由民主党高层会议时 突然宣布不参加党总裁选举 这意味着他将放弃首相职位 他在会议上表示 要专心于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工作 所以不应该出马参加本月的总裁选举 阿富汗方面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话 希望中国协助重建经济 并声称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很感兴趣 还说中国是阿富汗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政 另一名发言人沙欣也说 中国将保留在喀布尔的大使馆 并进一步加强与塔利班的关系 另一边乡 联合国宣布将恢复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空运服务 让160个援助组织能继续在阿富汗各省进行援助活动 接下来关心国际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把新冠肺炎变种病毒MU 列为待观察变种并密切注意 而MU早前曾出现在台湾 就是台湾早前报告过的哥伦比亚变种病毒个案 专家忧虑 MU会让疫苗保护力下降 导致变种病毒入侵台湾 而根据初步数据显示 MU会用类似南非变种病毒Beta的方法 躲开免疫防卫 镜头切换到以色列 尽管以色列是全球新冠疫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者超过60% 但是近日却面临第三波疫情来袭 成为新冠肺炎新热区 根据统计 以色列在9月1号的新增病例达16,629人 是疫情以来最高 而确诊数暴增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该国即将重新开放学校 扩大筛检后 病例数也随之增加 关于是否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欧洲药管局表示 对于那些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群 接种第三剂疫苗不是迫切需求 数据表明截至目前 欧盟与欧洲经济区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还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在这种情况下 当前的优先事项 应该是为所有还没完成疫苗 接种的人接种疫苗 麦西夫2号邮轮近日停靠在 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帕尔马 该邮轮具有许多的环保特征 特别强调能源效率 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 去参观这艘环保型邮轮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佳蓁 祝您身体健康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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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